这几年我们常听说一个词叫老赖 有人是故意而为之 那就是真正的老赖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老赖 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成为老赖 不是迫不得已 不是没有办法 也不会背上老赖的称号 11年前 江苏泰州的陆金鸿遭遇丧子之痛 儿子因白血病去世 欠下80多万元医疗债务 为偿还债务 陆金鸿连打三份工 如今60多岁的陆金鸿已还清40多万 剩下的还将继续进行偿还 陆金鸿说不能赖人家一分钱 差一离都有 陆金鸿白天打铁 晚上还做两份保安工作 连打三份工来偿还债务 如今60多岁的他因身体原因来当保洁员 老干则做手工活补贴家用 可怜天下父母心 有的时候父母为我们在幕后做了很多事情 当然这个话题是一个让人很悲伤的事情 儿子去世 父亲却依然打了三份工 为他偿还债务 这不仅是作为一名父亲的伟大与付出 也是对于契约精神和诚信精神的一种践行 有温暖 有感动 也有伟大 但总让人感觉有一种悲壮 或许是我想多了 那么现实中你有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吗 无论风雨多大 无论你走多远 总有一把大伞会为你撑起 他就是世界上最爱你的父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